很多军迷都看到一条好消息 就是咱们香港的一家媒体 透露了他们了解的 殲35的一些性能 这个性能很出乎意料 比军迷的预期要好很多 比如说他的起飞重量是35吨 比美国老那个F35 32吨要大三吨 另外呢载弹量很大 8吨的载弹量 另外坐上半径很远 1300多公里 然后隐身性能特别好 正面这个隐身性能能达到0.01米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个当然他里面的那个电子这个能力怎么样 就是他自己的碳射能力怎么样 他好像没说 但是应该也不错的 当然这个东西是不是实际情况不知道 是吧 这得官方来验证 我们看到了只是香港媒体的一个说法 当然香港媒体还有一定的信誉度 因为过去发过不少中国这个武器啊 就是现代化的消息啊 大部分还是可靠的 那么如这个消息真实的 当然是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是很有贡献的一个事情 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如果是真实 首先我们还是要感谢沈飞吧 这个是沈飞啊 自筹自经搞的一个项目 因为当时那个搞隐形飞机嘛 这个沈飞啊 歼20出来了 成功了啊 那么沈飞呢 没搞成 当然心里不服啊 沈飞呢 就是继续他的那个隐形飞机项目啊 他定位呢 跟那个歼20呢 相比就有点区别 就是你是重型机 我搞一个中型或者中等偏上的机 然后他小一点 他比歼20小 这样就容易上见 这个一度啊 就是网上传言啊 军方呢 其实是不支持的 因为军方说我钱就这么一点 你要买两款我买不起 对吧 那个 但是沈飞呢 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这个投入 我们现在看来 是修成正果啊 是吧 至少这个海军现在是考虑了 因为很多网民都看到了嘛 这个我们 辽宁号就是16号啊 16号舰 他那个 经过一年大修嘛 已经重新出海了 然后出海的照片 上面有一个 这个歼35的模型 所以大概率 歼35会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滑跃起飞 一个是弹射起飞的 那么一旦滑跃起飞的 歼35部署了 辽宁号 三龙号 就实力 十六 十七件 那对这两个 这个 两条件的作战能力提升 那是很大的提升吧 是不是 这个比我们假设辽宁号 24 部署 24架飞机 那么一半 就是一半 那个 那个 这个 歼35一半 这个 歼15改 因为现在 这个歼15 也改了 原来歼15配的是 俄国那个 三姨父嘛 那个 那个 推力小 那么现在 肯定是换新 这个发动机 国产的啊 那推力比那个要大很多 歼15作战能力 可以提升一下 然后再配上 那个 这个 歼35 那这个作战能力 非常强 我们 当然对未来 中国的航母呢 要更高的期待 两条 滑越起飞 配的 前三五 作战 战力大声 两条 就是003 还有我们前面谈的 004 虽然是常规动力 但是 配了那个 大量的 那个 那个 前三五之后 那个战力 是绝对的好 是吧 那么从 我们看到 纸面上看到的 信息来看 那前三五的 整个作战能力 是 远远超过 这个 美国佬的 这个 F35的 对于一台发动机 是吧 推力 是 比我们 前三五应该是小很多 推力小很多 而且很危险 一台发动机出事怎么办 我们是两台 是吧 安全性也好很多 那个 而且 它是没有巡航 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的 对于一台发动机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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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台发动机出事